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某程度上都希望自己可以增值 或者正如你后面也写了 如何保护自己 所以先想问一下你 让观众再多知道关于你的东西 例如之前 你为什么会学习数字能量 整个过程是怎样呢? 看影片的观众朋友 希望你们立即订阅我们焦点FMTV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是一个知识中伪的网络电视平台 希望未来的影片和视频 会继续可以带到更多资讯给大家 新一年我们迎接五周年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尽快订阅和支持我们 首先我简单地说 我怎样过来 首先我是一个很死蠢的人 读不到书的人 以前是比较自卑 自卑是怎样呢? 其实自己自我价值是没有那只 也都想过自杀 因为我读不到书 又未开窍 所以导致自己就好像 没有用 但是很感恩 就是这样我父母能够可以 培育到我 也都没有不离不弃的 所以我觉得孝顺是很重要的 也都第一就是 我这样遇到我师傅 遇到我师傅就是什么呢? 他给智慧 为命了我 所以他亦都是怎样呢? 我怎样会学到这门技术呢? 亦都是一个机缘巧合 大家看到我好像带了很多水晶 我跟水晶是非常有缘分 所以我这个水晶又结完了我这个贵人 所以就是一个机缘巧合 不知为什么 可能就是一个频率或者什么 我感应到这个师傅 他真的没有师傅的 亦都很全程 亦都很 大家沟通 很近 好像一个亲人 所以导致那时候就是 我一个 听话叫做单纯 我相信了他 他跟我说 我给了个电话号码去看 开始他就跟我说 这个电话号码 你会容易才来才去 阻入有出 那时候我真的是阻入有出 亦都是大起大落 甚至就是说我不出声 我真的不出声 亦都不懂得表达 所以还说 如果你再不满这个磁场的话 有机会和你老婆离婚 我怎么这么大事呢? 当时我生了个女儿 如果没有爸爸妈妈就很惨 所以他再看我 再入心一点 就看我命格 就是出生年月日 就看到我没有命格 他跟我说 你是一个很来向 亦都一说的话 就会吓死人的那些人 很有道理 但是平时不出声 这些也是 还有他就说 我就是 我的天父 就说 你不是选择铐铐肠的 那我也选择铐铐肉 胡说 我有选择铐铐肉 铐肉 铐肉 我这么害羞 我这么害羞 怎么选择铐铐肉 也说我们是一个很出色的风水师 所以我当时也不是很相信的 不過他所說的、看的在這十年來,因為我跟了他十年,一一全部實驗 還有看到我的身份證號碼,看到我將來走什麼運 所以我現在走的都是人員運,也全部都認驗了 所以有些事情是我單純相信,那時候我什麼都不懂 也沒有學識,也沒有開智慧 所以我就這樣跟隨他,很單純地跟隨他 但是跟隨他的時間,也很感恩他調整我自己的電話號碼 就是那個磁場的能量,也就是我很單純地向他學習 也跟他出去學習,所以導致一步一步走過來 原來他有說你的天賦是什麼呢? 你是大起大落的,但是如果你專注的話 你是應該在哪方面發展? 原來我的方面是一個靈性大師和風水師 甚至我是激發潛民大師 所以當時他是檢重我一項,因為我自卑 大家知不知道自卑還是反轉呢? 那個不是叫自大,是叫自強 所以我告訴大家,可能離開你這方面,我什麼都不行 但記住,所有東西都是變的,你可以轉的 所以我很感恩他帶了我一個課程 有個激發潛民大師說我是一個獅子 所以當時我開始說我是自己 知道了解自己,我原來是很厲害的 我原來可以很自信的,不像以前的垃圾 所以當時我跟隨了大師,他給了智慧 就像我智慧,但是他像而已,但是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你自己要打通 所以也很感恩,我在跟隨他的過程當中 我也是開了我的智慧 跟著開了之後會怎樣呢? 就是幫到更多的眾生 所以我就是這樣跟隨一個很重要的貴人 令到我人生上的翻轉 所以很感恩一樣東西就是聽話照做就好 我不擅長的,所以我單純就跟隨了陸敬遠大師 導致我現在就是慢慢走這條路 我一開始也沒有想過走零星 即是沒有想過走玄學,沒有想過 所以有些事情就是你不想過 反而宇宙慢慢安排給你 要相信,是不是? 相信你才可以再堅持 亦都慢慢顯化了 所以我就這樣翻轉過來 嗯,OK 那今天的話題就是說 怎樣提升一個個人的保護罩呢? 是不是有時候就是我們知道自己的命是怎樣 就可以呢? 有沒有一些方法 其實都可以令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而是盡量避免發生呢? 那我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前幾集都有一個講話就是 就是萬物佳能量 其實所有我們的能量都是由細胞組成 還有就是保石也好 你坐的椅子也好 你用的什麼都是由分子粒子組成 所以所有是我們離不開能量 好了,我打個比喻 可能大家有沒有乘過貨車 或者乘巴士 那是不是有時候很多人可能坐過位 可能你坐那個人之前可能能量很差的 很霉的 但是它又離開了 然後你看到它又會怎樣? 你是不是坐過去呢? 你知不知道大家坐過去呢 亦都沒有保護的話會怎樣? 是沾到它的煤氣 我們那個負能量 沾了之後會怎樣? 然後你的能量沒有保護的話會怎樣? 就讓它慢慢入侵 然後你的運呢 我們說一命二運三風水 就開始亂了 所以其實這個能量的保護罩是很重要的 為甚麼呢? 第一 我剛才說的坐下去 好了 還有第二樣是什麼呢? 可能擦身而過 如果那個人真是極到煤的話 你又不知道 然後擦身而過 也有些沾染到你自己的能量牆 所以為甚麼我們要有甚麼方法呢? 首先呢就是要提升自己 第一要先了解自己 如果你連自己都不了解的話 那你怎知道怎樣提升呢? 第二就是收心 收好自己的心 還有你要知道你的天賦在哪裏 是怎樣發揮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調整你的頻率 頻率就是關於電話號碼 都是一個頻率來的 你調整了之後呢 這個是外面 當外面有個保護罩是怎樣呢? 那你調整了之後 有一樣東西就是甚麼? 那些人有病氣、煤氣、小人 如果你的電話號碼 其實都可以幫到你甚麼呢? 可以化解、轉的 甚至最重要是內外一起 那內面要怎樣呢? 是要學習 要提升和學到這個技術也好 還有 其實水晶 水晶很多人可能覺得是大的 就沒有功效的 或者那些功效 但是大大廈為甚麼呢? 那些水晶會死掉 有些人不懂得養它 不懂得跟它連接的話 所以你就買了一個裝飾品回來 但是我們要怎樣連接水晶 因為水晶其實對我們人 是最接近的能量 也是非常幫到大家的 你要懂得跟它連接 而且要養它 而且要愛它 它很有趣 譬如你帶了一個水晶 然後你出去打個比喻 你想見一個女朋友 即是想認識一個女生 但是那個女生可能見到你 一開始就覺得你都很普通而已 都不是我那樣 即不是我那杯茶 但是可能你帶了某條的水晶 然後它就會發出一個能量浸頻 是模型的 然後就去到它那個腦墊波 然後覺得你好像很順眼 然後就慢慢大家有機會進一步的發展 所以我就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肉眼看的東西是有限的 其實我們這個空間上面 有很多模型的東西動的 其實就是甚麼 如果是陰陽 我可以告訴大家 是模型影響有型 所以我亦都告訴大家 很多人看到表象 就是在表象被迷惑了 其實最討厭是在模型當中 它產生了甚麼事 所以我們需要學習提升 還有一件事就是開悟 甚麼叫開悟呢 其實每個人都有機會開悟 不過就要按部就班 你怎樣去開悟 怎樣去感悟這件事 用心的頻率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用腦太多了 不能夠用心去心腦的人一致 所以導致很多人用腦 覺得計較、執著 或者我認為是這樣 所以其實需要內調整 外面的磁場一起動的話 你就會產生甚麼呢 就是那個保護罩 這個保護罩是模型的 那模型會怎樣呢 這個保護罩很重要是甚麼呢 大家可能有時候 如果你去到醫院 或者去到一些墳場 或者警察局 或者甚麼的話 即是不是很乾淨的地方的話 如果你的保護罩弱的話 你都會招惹到一些 就是我們所說的朋友 或者不好的氣場 會令到你的運氣越來越差 如果我們能夠知道我們的保護罩夠強 或者夠穩定的話 起碼不要入侵到你自己裡面 還有一樣東西 都要教大家怎樣去淨化 每天都要淨化我們的磁場 我們的能量 即是淨化就代表甚麼呢 你怎樣去處理排走它 否則的話 你累積的話 裡面就會發出來 發出來會怎樣 會令到你的程度有問題 甚至問題 甚至我們所說的因果 所以我建議大家要需要學習提升和調頻 調整了頻率 我們的頻率的話 同頻共振 可能你的頻率很低的話 會吸引到甚麼 小人 那些霉運 病 如果你的頻率夠高 或者穩定的話 你會吸引同頻的貴人 財運 健康 所以這個就是調頻很重要 大家都是有一個頻率的 還有一件事我告訴大家 每天我們的頻率 每時每刻都是變的 不是一成不變的 所以告訴大家為甚麼要正念 經常說 要正念 但是 你都要有外面一起做的話 這個就相當一張落 嗯 OK 今集我覺得相當實用 可以幫到 有些不同的觀眾 可以自己反思一下 正念 也是一樣很重要的事 不要經常都想著 嘩 我怎樣做些甚麼 怎樣做些甚麼 然後怎樣改運 但問題就是 其實其中也有一件重要的元素 就是正念 所以如果大家想詳細 知道多些 或者想查詢的話 影片資訊欄 可以找到大師 或者錄鏡院老師的聯絡方法 可以請教他們 好嗎?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集 我們又再找老師聊天了 嗯 好 拜拜 拜拜 看影片的觀眾朋友 希望你們立即訂閱我們焦點FMTV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是一個知識中藝的網絡電視平台 希望接下來的影片和視頻 會繼續可以帶到更多資訊給大家 新一年我們迎接五周年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盡快訂閱和支持我們 我們會見到更多資訊給大家